youtuber爱丽莎莎先前在网上开半次媒体课程 但以不断调高售价的做法 引起网门的不满情绪 实况主投一次更批评她 简直是把粉丝当做韭菜收割 随后她在自己开设的饮料店里 把其中一个饮品用她的名字写音来命名 将利和莎二字 改称丽莎 去名为爱丽莎莎 嘲讽一位十足 没想要日前爱丽莎莎本人到Toyz的店内消费 虽然她当时有点不好意思 但还是亲自点了这杯和她名字相同的饮料 而店员认出她之后一时语色不知道该说什么 沉默了几秒才做出回应 并为爱丽莎莎点单 店员意料之外的可爱反差 让她忍不住大笑起来 事后爱丽莎莎发文表示 饮品口味清爽很好喝 不过就是太甜了 自嘲比她本人甜太多了 幽默又好笑的回应凸显了她的高EQ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